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燈 凱娃娃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龍咒這顆龍科的高分方式 那有兩個小技巧要提供給大家的 第一個 你在開龍科之前你可以先排版面 然後第二個是你可以先手消把新珠給濾掉 我們先來做這兩件事情 因為新珠在你開龍科的時候 其實它會變成任何一個屬性 會變得讓你有點混淆了 對 所以我們第一個步驟是先把新珠給濾掉 不過這邊好像有兩顆新珠 看起來有點不太爽 我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天降第三顆 新珠 有 好 那我們再把它給消除就行了 先把新珠消乾淨 這是你第一個要做的步驟 第二個呢 我們要把版面排一下 我們主要是在四個角落擺上四顆符石 像是這樣子的一個消法 有沒有看到這四顆 這四顆 所以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 讓你的 一開始的版面是好看的 喔 差點就消掉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排上第四個角落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 當你排完四個角落之後 接下來要做的動作就是 開龍科 那龍科的方式 等一下 我們先講解一下 龍科的方式是 版面上只要有兩顆香 你點它就會發動消除了 所以你要去找整個版面 看起來最大坨的那一坨 點下去就對了 那最好那一大坨裡面也有強化珠 就往強化珠那邊 點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為大家示範 好 不小心 那個版面破壞掉了 好 我們一樣是 排到的版面 從上面開始點 然後往下 然後之後就可以開始亂點了 那基本上看到哪邊有強化珠就去點它就對了 然後 有一大圖的地方就是 去點它就對了 好 基本上這個 模式在手機玩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手機玩就可以用兩手去點 那個效率會比較好 那在電腦版面 電腦上面的話 可能就比較積勒一點了 對 像是我就要一個一個去點 那其實這龍科有什麼技巧呢 我覺得不一定有技巧 對 因為大家可能在兩手亂點的時候的分數都比我這個高 我看到好幾個 好多人都能夠到達八萬分以上的分數 對 不過呢 這個就是 比手術的一個龍科啦 好 差不多就這樣 先 先消掉一下這個 好了 哇 果然它會把 好 先這樣 然後 希望天將不要來亂 所以我們 這樣子好了 應該可以 好 哇 果然消到了 好 沒關係 我們 點剩下的 我說這個版面真的是很 機車啊 那基本上前面就是可以 靠一些小技巧 讓你起跑 起跑點 引在別人 不過呢 在後面就是要靠 你的手術啦 好像這個分數就比較不好看 只有兩萬八 好 那麼以上就是 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 關於龍科小技巧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上小鈴鐺 就可以接收到第一手的新影片消息 那我是王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